生活小贴士 有哪些方法可以降低美国房屋保险的保费 一 良好的信用记录 除了房屋保险 只要拥有良好信用记录 无论是选购何种保险都有助降低保费 二 提高自付额 自付额是保险公司开始索赔钱 屋主需自行负责的损失金额 现在大多数保险公司推荐500美元的自付额 若将自付额提高1000美元 大约可省下25%的保费 三 安装警报系统 例如安装烟雾报警器 防盗报警器和防盗锁 可以获得保费折扣哦 四 同时买防险车险 若在同一家保险公司 同时购买房屋保险与汽车保险 通常保险公司会提供5%到15%的保费优惠 五 提高抗灾能力 例如增加风暴百叶窗 加强屋顶 老房翻新 强化电力系统等方式来节省保费 六 了解其他折扣 例如退休人员待在家里的时间较长 因此可降低被盗风险或及早发现火灾等优势 有些保险公司会针对55岁以上的退休人士提供部分保费折扣 七 成为保险公司老客户 有些保险公司会提供3到5年的老客户约5%的保费优惠 六年以上老客户甚至可能得到10%的优惠 八 房子本身条件 若房子临近消防栓或位于有消防部门的社区里 可减少一些保费 电力 暖气和管道系统不到10年 保费也会便宜一些 或是抗风性较强的混砖房屋 抗震性加的房屋建材等也都能将保费降低约5%到15% 当然 货币三家不吃亏 多问多寻价 不仅能让自己更加了解保险公司条款细节和服务质量 也能买到最适合自己的房屋保险